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結,我是林子彤 現在和大家跟進內地和保安股市收市的情況 先看內地股市方面,上席作合指數收市最終要跌7點 收報3039點 深淨成分指數全日跌21點 收報9395點 湖深300指數跌14點 收報3551點 創業板指數跌1點,收報1832點 至於港股方面 行指全日升到275點上來,升幅大約1.7% 收報16438點 國企指數升110點,收報5672點 科子就升88點,收報3412點 大肆全日成交1023億多 這節先看幾則的財經新聞 先看,大家都要關注 三點鐘有些經濟主題的記者會 人大第二次會議 經濟主題的記者會 三點鐘開了 銀行行長潘公聖說到 目前中國銀行業的傳準率平均在7% 後續仍然有降準的空間 也說到中國經濟回升向好 高質量發展紮實推進 但國內外形勢依然複雜 需要發揮政策合力 也有說到GDP的情況 但港股方面 三點之後 也沒有說有一個追星的情況 大家繼續聽到記者會 看看有沒有一些最新的情況 另外望望一份大行報告 瑞銀就著平保發了一個報告 說他們星期四會出2023年全年的業績 他們就估計平保去年新業務價值會升三成半 增幅領先同行 他們行將2023和2024年財政年度 稅後正利潤的預測分別調低1.9%和7% 去到反映A股在第四季疲弱的表現和廣泛的資產重股 目標價由65元調低到61元 評級買入 瑞銀就說 即使面臨一個盈利的壓力 仍然估計平保去年每股牌息 會少幅增長到2.43人民幣 同時強調平保過去11年的牌息紀錄 以及穩健的優富能力 而去年第三季的優富能力報告中 評寶人手預測截至去年年底 受險核心和綜合的優富能力充足率 分別有108%和194% 看看評寶的股價 今天彈2%左右 收報34.6全日升6.5% 另外施政報告出之後 陸陸續續有不同的發展商 推出一些新盤 推盤的部份亦有所加快 見到評級機構惠宇發了一個報告 說到近期放寬住宅按揭措施 沒有直接增加銀行面對的風險 而放寬按揭和取消 額外印花稅等等的措施 可以支持樓市的成交溫和上升 更加可能有助增加 非香港居民和投資者的事業需求 不過現在息口高企 加上經濟仍然不穩定 按揭貸款的增長不會太顯著 因此對銀行2024年的行業展望 保持忠誠 對於金管局放寬按揭乘數上限 以及取消壓測等等的要求 惠宇就認為不會令銀行 所承受的風險有太大變化 主要因為銀行仍然會保持 嚴格的貸款標準 包括供款佔入息比率的限制 以及物業估值保守等等 都會起到關鍵的保護作用 大家可以留意樓市的情況 最後看了一些美國方面的選舉新聞 根據愛爾電報道 美國共和黨初選提名人特朗普 在超級星期二舉行的初選15個州 至少贏得加州等12個州 他的唯一對手只是得到一個州 贏得提名的機會已經非常渺茫 超級星期二涉及超過800張共和黨代表票 大約是佔總代表票數的三成六 特朗普之後在一個場合說到 他贏了這麼多場選舉 他經歷了一個美妙而令人振奮的一天 他在幾乎每場初選都領先 他的唯一競爭對手 現在應該掌控了共和黨競選的主動權 今天大家在盤前的時候 都可以看看特朗普概念股的一些表現 看看有什麼炒作的情況 這次跟大家跟進到這裡 明天同樣時間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明天再見